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 鳴谷屋巨蛋的前面 这也就是终止日职对抗赛 第一站要开打的地方 那在比赛开打前夕 就请大家先跟着我的脚步 一起来看看场内的设施 鳴谷屋巨蛋是日职央联中日龙的主场 建立于1997年 是日本的五大巨蛋之一 和东京 福岡 札幌 以及大阪巨蛋齐名 能够进来一窥究竟实在是太难得了 这次终止日职对抗赛 主办单位也非常特别开放媒体 来参观一下 这里面的建筑物的每一间房间 首先第一间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挥棒室 首先看到的是地板是人工 草皮就是模拟 比赛现场的地板 房间里面还有两面大镜子 可以让选手非常清楚的 看到自己的挥棒轨迹 而在他旁边的是监督室 也就是教练团休息讨论战术的地方 每个人都有他的独立位置 排在挥棒室的隔壁 或许就是要让教练可以 就近监督选手的状况吧 另外还有食堂 随时都准备好食物 让选手补充能量 包括米饭和蔬菜 以及能够预防抽筋的香蕉 现在终于进入到巨蛋球场内部了 首先大家一定会注意到的 就是他们的天花板 和台湾球场不太一样 他们这次是有圆拱形的屋顶夹盖 也让球赛不论是雨天或是晴天 都能顺利举行 那另外地板也是平整的人工草皮 让整片看过去非常舒爽非常漂亮 名古屋巨蛋一共可以容纳超过四万名观众 这么漂亮的场馆 看得准备练球的大师兄林志胜也很兴奋 这就是高飞球 因为它天花板是白的 所以要特别注意 等一下可能练习的时候 既然就会多练习这些东西 让我们去注意 然后人工草皮就 因为不是很难得来巨蛋打球 所以注意脚踝就好了 至于我们记者工作的媒体区 则是在本壘板后方的三楼位置 从这里一路往下看下去 可以看到整个巨蛋堪称是零死角 这么摇滚区的地方 也让我越来越期待 明天要登场的终止日值对抗赛第一站了 以上是郭登牙和李一涵 在日本名古屋的采访报道